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留乡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 从来没有说过如此委屈求全的话 但是为了张姐姐 为了他们的孩子 她已经不惜牺牲一切 黑衣老玉凝视着她 缓缓地说 怎么 这个地方 你不能再留下去了 处留乡说 我 是叫是 不是叫不是 在我的面前说话 用不着吞吞吐吐 处留乡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说 是 这个地方 我已经不愿意再留下去 是吗 为了她 你也不愿意再留下去 我要带她一起走 你已经打定了主意 是 黑衣老玉凝视了处留乡很久 突然说 好 我可以让你走 处留乡大喜说 多谢 黑衣老玉不让她再说出下面的话 立刻又说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先杀了我 处留乡愣住了 黑衣老玉说 你若不杀我 我还是一样要杀你 杀了你之后 再让你出去 她慢慢地站起来 冷冷地接着说 你妻子难道就没有告诉过你 唉 你既已做了本族圣女的丈夫 若是还要走 就得死 处留乡吃惊地看着张姐姐说 这也是你们的规矩 张姐姐点了点头 神色居然还是很平静 处留乡说 你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张姐姐缓缓地说 因为现在 已经没有人能杀你 黑衣老玉抢着问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我已经决定 要这个孩子做我们的圣女 所以他已经是圣女的父亲 在张姐姐的眼睛里 发着光 一字字地接着说 谁也不能杀死圣女的父亲 黑衣老玉就像是被人重重的一击 连站都站不住了 过了很久 才勉强冷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 你肚里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张姐姐说 张姐姐说 我不知道 现在谁都不知道 所以 黑衣老玉立正说 所以 还是可以杀他的 因为你的孩子 未必是个女的 张姐姐说 假如是女的呢 谁知道天堂在哪里 谁知道天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谁知道怎么样才能走上去天堂的路呢 没有人 但只要你的心 宁静快乐 人间也有天堂 而且就在你的眼前 就在你的心里 这里当然不是天堂 心怀愤恨的人 是永远看不见天堂的 黑衣老玉的眼睛里 就充满了愤怒 愤怒的呼吸 都已经开始急促了 张姐姐的神情 却更加平静了 她慢慢地接着说 我已经不在圣洁无瑕 也不再是圣女 但是我仍然有权选择谁来继承我 是不是 黑衣老玉沉默着 终于勉强地点了点头 张姐姐又说 本教中的经典规矩 只有你一个人有权解释 是不是 黑衣老玉说 是 那么 我的孩子只要一生出来 就已经是本教的圣女 是不是 是 所以 楚留乡立刻就可以成为圣父 是不是 是 圣父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无论谁伤害了他 那必遭天诛万劫不复 这也是本教经典上的记载的规矩 是不是 是 张姐姐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你看 你看我对这些经典和规矩 不是也熟知得很吗 黑衣老玉凝视着他 缓缓地说 所以你才能找出这其中的弱点 用我们的毛来供我们的盾 张姐姐叹了一口气说 哎 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 只可惜我实在找不出别的法子了 这个法子的确很妙 很妙啊 只不过第一个想出这个法子来的人 不是你啊 张姐姐显得有些惊讶 忍不住说 不是我 是谁 是我 是我 他目中的愤恨更浓了 一字字的接着说 就因为我想出了这个法子 所以你的父亲才能走 张姐姐愣住了 黑衣老玉接着说 那是本教的圣女 是我最要好的姐妹 我要求她选你做她的继承人 就因为你父亲要走 她为什么要走 因为她觉得这个地方像个老玉 她要出去 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你答应了 黑衣老玉咬着牙说 她也答应了我 答应了 她说 她说只要她在外边能够活得下去 她说就一定回来向法子接我 可是她 没有 没有 她没回来 永远永远都没回来 黑衣老玉的怜慈 是忽然变得说不出的 争鸣和可怖 只有仇恨 才能使一个人的脸变得如此的恐怖 过了很久 她才哑声的接着说 我一直在苦苦的等啊 等啊 等啊 我为她担心 为她担心 后来我才知道 她一出去就遇见了一个毒蛇一样的女人 她把我忘了 楚流香忍不住说 你说的那个女人 可是石观音嘛 黑衣老玉慢慢的点了点头 冷笑的说 她 她 她遗弃了我 她 可是她自己后来 也死在了 也死在了那个女人的手上 张姐姐说 你没有为她去报仇吗 不能去 也不想去了 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她一出去 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家族 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都跟这个家族没有了关系 就算死在路上 我们也不能去为她收拾的 她余生中充满了怨毒 连楚流香都听得有些毛骨悚然 又过了很久 张姐姐才嘟囔着说 可是 可是无论如何 她 她 她走了 所以啊 你就要我也放楚流香 张姐姐垂下了头说 我求你了 黑衣老玉立声说 难道你也想过我这种日子吗 啊 你知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啊 张姐姐不敢回答 黑衣老玉突然说 你知道不知道 我现在有多大的年纪 她忽然问出了这句话 别的人更无法回答了 只见她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种很奇特的表情 不知道是计讽啊 还是伤痛 她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接着说 我今年 我今年41岁 楚流香的手 突然冰冷了 她看着 这个老玉娜 苍白干瘪 满是皱纹的脸 看着她那枯瘦口褂的身子 看着她满头的白发 她实在不能相信 这个高楼的老玉 她竟然只是个41岁的女人 这些年的日子 我是怎么过的 你用不着再问她 无论谁 只要看到她的样子 就可以想象到 这些年来她所忍受的痛苦和冷落 那是多么可怕 愤怒 嫉妒 仇恨 寂寞 无论这其中任何一种感觉 都已能够将一个人 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张姐姐垂着头 泪珠已将流下 黑衣老玉又沉默了很久 才缓缓地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她走 但是我知道 她走了之后 有一天一定会后悔她 张姐姐突然抬起了头 大声地说 我不会 这也不会 黑衣老玉在愣笑 张姐姐看着她 脸上的表情坚决而明朗 因为我让她走 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要走 而是因为我要她走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外面有很多的人需要她 我也知道 她在外面一定会比在这里更快乐 可是你自己呢 我把她留在这里 也许我会比较快乐 可是我若让她走 也许就会有一千个 一万个人觉得快乐 张姐姐的眼睛里发着光 一种圣洁而伟大的光 她接着说 一个人快乐 总不如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快乐的好 你说是吗 黑衣老玉说 可是你呢 你难道从来就不愿意 不愿意替自己想一想吗 我想过 张姐姐的眼睛里深情如海 她凝视着楚留相说 只要她快乐的时候 我才觉得快乐 否则 我纵然能够把她留在身边 我也会觉得同样的痛苦的 爱是牺牲 不是占有 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 那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 因为这本是女性中最温柔 最伟大的一部分 就因为世上有这种女性 人类才能不断的进步 才能永远生存 张姐姐的目光更温柔了 她接着又说 可况 我已经有了她的孩子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 好好地照顾她 那么我就不会觉得寂寞 黑衣老玉的指尖开始颤抖 你是说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你吗 张姐姐吹起了头 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只可惜 只可惜怎么了 只可惜你心里的痛苦和仇恨太深了 你若真的希望我快乐 就应该让她走 她并不是我的父亲 不是 她是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恨她 黑衣老玉紧握双全 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过了很久 忽然大声地说 好啊 好啊 好 好 好 我让她走 我让她走 张姐姐大喜 可是 她的笑容露出来 黑衣老玉就接着说 只不过她只能走你父亲 以前走的那条路 绝没有再让你们选择的余地 那条路 天梯 天梯 什么叫天梯 是不是到天堂的路 听到这两个字 张姐姐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如纸 她实际说 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因为那也是经典上记载的规矩 绝没有人能够违背 可是她 黑衣老玉 立声打断了她的话 你莫非不知道吗 这家族中的人 无论谁 想永远离开这里 都只有一条路可走 现在她 岂非已是这个家族中的人 张姐姐垂下了头 轻轻地说 是 知道 她是 很好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明天早上 我亲自为她送行 也很静 这里虽然看不见星光 也看不见夜色 但夜的本身 仿佛就有种神秘和奇妙的感觉 让你可以感觉到 她已经来了 楚留乡 仰面躺着 闭着眼睛 她是不是怕眼泪流下来 张姐姐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 眼波中 也不知流露了多少温柔 多少深情 楚留乡是不是不愿意去看呢 张姐姐终于常常地叹息了一声说 为什么不看我 难道不想多看我几眼吗 楚留乡嘴角的肌肉在跳动 过了很久 才忽然说 是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根本也不想我多看你 谁说的 你自己 不 我 我说了什么 你 你什么都没有说 可是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跟你母亲说 你也要跟我一起走呢 张姐姐垂下了头 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为什么 下一代的圣女在我的肚子里 我怎么能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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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一个人走 是的 楚留乡忽然跳起来 大声地说 你以为 你以为我一个人走了会快乐吗 你以为我肯让你和我的孩子在这个鬼地方过一辈子吗 你错了 我 我哪点错了 很多点 张姐姐先掩住了楚留乡的嘴 不让他再叫出声 然后才柔声说 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的 再过一阵子 就算我们还想留下来 这个地方 也许已经都不存在了 楚留乡说 为什么 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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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